路上都有車耶 路上會直接遇到別人開車經過 這種感覺跟 你在賽道裡面開 完全不一樣 很刺激 用不同角度欣賞這個沖繩 哇好漂亮喔 路面的回饋感很重喔 又看到新鮮東西 我跟你講沖繩真的是很多 有的沒有的新鮮的玩意兒耶 你看這個 好可愛喔 高卡啊 有沒有 好多台喔 這真的還假的 模型車嗎 好可愛喔 你看全部的 一模一樣的那種紅色的車子 但你說 你說它這個高卡 又跟我們那個 在台灣那個墾丁娜還是那種 賽車道裡面看到的高卡 感覺又不一樣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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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車子 這是高卡嗎 這是高卡 所以是拍照嗎 真的可以運動嗎 你運動嗎 運動嗎 運動嗎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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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運動 哇 它這真的可以直接開在馬路上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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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 齁齁 相信大家對於這種高卡 小型賽車也一定不陌生 電玩遊戲 跑跑卡丁車裡的各式角色 是不是也讓你覺得很可愛呢 沒想到在沖繩 這樣的小型賽車竟然出現道路版 店家還天心的準備各種 Cosplay的服裝和道具 大造出真人版的跑跑卡丁車 瑪莉歐好不好 瑪莉歐賽車就一定要換瑪莉歐 但是我們不只瑪莉歐 我們各式各樣的都聚齊了 我當姐姐 姐姐好不好 瑪莉姐 瑪莉妹妹可愛年輕貌美的 妳還在那邊 妳家人們看到應該會有點不舒服 然後這個 這是我們的海底總綜合作員的 多利魚吧 應該是吧 多利魚 接下來正宗介紹這一個 太厲害了 她本來是不想穿女裝的 結果她自己越玩越High 把自己弄成這樣子 覺得怎麼樣 舒服嗎 感覺很舒服 她這樣真的可以 你這樣真的可以拆車嗎 Sexy Sexy 動起 動起 她是把 她是把褲子給脫了是不是 接下來正宗介紹 我們這一隊的這個 壓軸主角 我跟你講 我覺得沒有人比她更像 我覺得連原作者看到 都會震驚好不好 大家都會覺得 怎麼真的是 真的出現了 你好 我非常喜歡 你好適合這套衣服 你好適合這套衣服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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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有趣啦 根據每個人的不同喜好 不管是卡通人物 動漫角色還是電玩世界 都能找到你想要的最佳造型 總之像不像三分樣嗎 最重要的是要享受 在公路上暴走 喂 不是啦 是在公路上安全駕駛賽車的樂趣啦 衛生 發動嗎 可以發動 發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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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心 Yes 3 Push us behind Let's see Yes 4 4 OK Gas Woo 一二 一二 三 一二 一二 六 也有 好 快坐上來 你是親愛哥吃飯 尤其女孩子啊 或是女孩子 男女生都一樣 對開車沒有那麼熟悉的人 千萬不要緊張 放下了 OK 等一下 等一下 教練會去這個 先看一下 交通安全很重要 好不好 有了 有了 Woo Woo 它的這個 油門啊 其實也蠻明明的 然後 上路以後記得 看一下後照鏡 OK喔 然後 這個是真的蠻 蠻緊蠻重的 所以我覺得 有些女孩子可能力量不夠 所以轉了 會要習慣一下 雖然說這種Mari Car 小歸小 但是在日本 它可是跟一般汽車 沒什麼兩樣 所以想要來一趟公路賽車之旅 除了基本的駕照證本 駕照日文藝本 和護照需要準備之外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 遵守交通規則 以及教練的指導 OK嗎 都OK嗎 OK Let's go Go Woo 過馬路 過交叉路口 就要停一下 左邊看一下 你看路上都有車耶 路上會直接遇到 別人開車經過 這種感覺啊 跟 你在賽道裡面開 完全不一樣 很刺激 再三強調 一定要注意這個交通安全 停兩台 停兩台 OK 兩台 感覺很不錯喔 就是要習慣一下 這個油門方向 但是一開始覺得很重 像這樣覺得很重 但是 上路後啊 會覺得 感覺還是算滿頂頂的喔 你只要 一轉 它馬上就 馬上那個方向就改變了 所以你輕輕轉它方向就改變 輕輕轉方向就改變了 走囉 OK Go 一排喔一排喔 真的到 正式的大馬路上耶 你想說你可以來這邊 開車對不對 但是 那是一般的租車喔 沒有想過連這種都可以開 而且我剛才看的價錢 一定很多人會 關心那個價格 它這價格 我覺得真的很貴 非常合理 一個小時 我們應該是 六千 六千一幣 然後 兩個小時八千嘛 大家都在看耶 太有趣了 教練很貼心啦 教練都會告訴你 一排還是兩排 所以你只要放輕鬆 不要緊張 基本上是滿安全的 而且你也知道日本人的 開車是 非常的安全 用不同角度 欣賞這個 沖繩 好漂亮喔 路面的回饋感很重喔 沒想到在公路上 看MariCart 竟然能同時享受兩種樂趣 想要悠閒一點 就慢慢開 感受沖繩的陽光 空氣和街道風光 只能不能穿車 如果想要熱血一點 在安全範圍內 油門一敗 很多的精彩 沒有啦 是稍微重彩一下油門 就能享受加速感 和引擎聲浪 是不是很直回跳架啊 加速度也是滿快的喔 油門要小心踩 真的好像在賽車的感覺喔 其實基本上 時速也都滿安全的 時速差不多都在50以內 然後教練在前面 都會不時的回頭看啊 我們的狀況啊 不OK啊 平常可能開車啊 或者是你來 不會走這個路線看到 這樣子的風景 還可以看到飛機起降 有沒有 轉一點點 方向盤我才轉一點點 他馬上就整個車子就 彎了 如果轉多一點點 他就會 馬上就是你知道 會這樣跑一跑去 我覺得太好玩了 好不一樣的感覺 原來就是你知道 之前在那種 賽道上面 其實可能是完全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其實稍微開一下 看從在前車到現在 大部分已經習慣了 大致上已經很習慣 車子的油門啊 煞車啊 然後因為車子你都看得到距離 所以距離很好抓 只是就車子從旁邊過的時候 你不要緊張 就走你直直的 騎你的 開你的那個 車道就可以了 不要緊張 跟著教練走 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就OK了 現在習慣了以後 就可以更認真地享受 在現在的這個 開車的感覺 我在想如果 我是開車的人 然後看到 人家這樣 開這個 開這個很有趣 兩個小時左右的路程 除了帶你瀏覽市區 主要街道 還會在知名景點 賴昌島 停留休息拍照 欣賞飛機起降 最後在熱鬧的 國際通大街上 享受眾人矚目的焦點 和驚呼聲後 完美的Andy 可說是時下年輕人 最憨的心經文法 喜歡嗎 記得按讚 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 我們每一次的 抽獎 弄好禮活動喔